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难见底呢 那么如果从热K线的角度来看 是连续九根黑K棒 这在历史经验也并不多见 连叠九根黑K棒 这是在加速感底吗 这两天我们也问 盘会不会反弹呢 其实我们有来宾举圈 认为会反弹 问题上就是不弹 该弹不弹 这是老末的第二个春天 只是会迟到吗 也就是这个反弹 只是会晚到吗 还是就像歌词所说的 有些人错过了 就不会再来了 我们再见好好谈谈 到底未来的盘事怎么看 刚才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财经所助理教授 谢晨彦 老官好 大家好 私人分析师风开平 老官大家好 要请到万宝投务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林昌新 老官好 大家好 私人分析师蔡成华 老官好 大家好 冠军操盘手杨云祥 老官好 大家好 好 今天一开始 我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在今天三大法人 卖超134亿 外资在今天卖了88亿 在量缩不到3000亿的情况之下 量缩看不到底 台股连跌9天 9天 狂泄962.53点 这是新一波的股灾 我们刚开始就要先来投票 这个盘还要再跌吗 认为盘还要再跌的给差请举盘 这个盘还要再跌吗 想清楚 现场还是物票圈 你们知道是不是也给我们圈 谁昨天也给我们圈的 要不要自首一下 来 昨天谁也给我们圈 我昨天没来 可能你会这么说 来 谢陈彦 我昨天应该是给差吧 你想清楚啊 对... 因为其实我一直认为 在台子期结算之前 盘势会比较弱 可是因为今天 其实外资已经有调节了 那调节完了 所以你绝杀完了吗 都调节了 那他还要再调干嘛 所以如果明天 那你确定他调完了吗 我觉得明天最有可能的就是 一开盘下去以后 回来 所以为什么我举线 所以明天有机会开地走高 你说要开高走高 我当然也觉得不太可能 明天礼拜几 我能够看一下我的行程 蔡总盘我们来看 我们现场竟然有五位来宾认为 差不多了 要反弹了 所以过去的历史经验 这张图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蛮有意思的 今日新增确诊人数很少 但是今日台股的断头人数很多 怎么办 这个再杀下去 真的要血流成河 连续九更黑黑棒 历史经验并不多 对 这十年来只有这个三次 我们看一下 这一次跌了九天 上一次是2019的8月7号 当时是中美贸易战 2010的5月7号 欧债危机 我们就看上一次 我记得那时候是不准第三方 供货给华为 所以重创了台积电跟联华科大盘跌 我们来看一下历史的经验 大约一万一千点 连跌九天 跌了八百点 这一次 这一次九天跌一千点 所以弧度差不多 这一根还是收黑 是红黑收黑 那在第十天的时候缓弹 第十天缓弹 所以明天 所以明天是第十天 明天第十天 但是历史不一定被复制 当然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你看这个洗得多漂亮 第十天反弹以后又下来 但是底部电高 洗得很彻底以后 一波行情重新高 所以我们期待 有没有机会明天反弹 把第二只脚就上去 对 未来几天还是整理盘 但是明天有反弹的机会 而且现在下午 市场在传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政府要出手 你们欺骗这些消息才都举圈了吗 你们没有被政府变过吗 我认为政府要反弹 反弹以后才宣布 否则空爆弹 就是当冲降税可能会延长三年 所以难道是 跌九天来换三年的当冲降税吗 也有可能 难道是跌九天来换三年的当冲降税吗 我来问一下郑华来 郑华你刚刚是举圈吗 我举圈 为什么 这个大盘 其实稍微有一点这个 技术分析的认知的人 大部分都看成A B C波 那实务上我们是想讲 并没有说C波 一定要比A波长或比A波短 但是时间上应该会差不多 你现在看 现在杀第一段从1万8 万8杀下来 到这个基线这个地方是第一段 那我们称之为A 现在反弹一个B波之后再杀下去 我想这个地方已经差不多到等距的位置 当然有的时候A波会比较长会比较短 那像刚刚陈彦讲的 刚好在这个结算前后 我想最近就在这几天 所以未来来讲的话 还有没有下跌空间 还有 但是应该不是在这个地方在几跌 应该是有一个弹上来的空间 会要最近发生 这样相对来讲比较合理 好 今天唯一给X的 认为还要再跌的是云翔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最怕的就是这种大盘缓跌 就是说慢慢跌慢慢跌 因为我觉得说融资就不够快 那今天算几跌了吧 今天跌那么多 今天还不算几跌我觉得 因为你看前面会很快的两只大 你心中很强 大跌之后基本上大概断头很快 释出这个融资之后 基本上它的反弹的速度也会加快 所以你认为融资还没洗干净 我觉得还没洗干净 然后这个跌的速度也不够快 对 我觉得不够快 这个云翔的心中怎么这么大了 大家心中都要抖起 他还说跌得不够快 所以我们来问一下云翔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因为据说即便连续九根黑黑棒 跌跌跌跌跌跌了一千点 你还是赚钱 为什么 你有带对账单吗 对 没错 因为我觉得说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对账单 这基本上就是说 在交易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说一种方式是可以做所谓的对手 我们讲说所谓的一个价差的套利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是把这个 群创我做买 因为我看基本上可能会涨 你买群创 对 买群创 然后我去空彩晶 空彩晶 对 我这个基本上是做一个 用股票期货 如果以25口就等于是各50张 所以你是用股票期货 对 用股票 因为股票期货就没有 一买一空 对 出捐息就没有关系的 因为不会有影响 那你可以看说这样的一个模式 为什么会这样做 所以你在群创我们来看 你做多25口 成交均价在19.57 然后在20.88 空25口 对 因为那时候的价差 差到一块多 差了一块多 差一块多你就要做了 对 因为可以 你做多一点的口述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做 你可以看 就是说以群创来讲 它是它的本益比比较低 它比彩晶的本益比低 而且它的骨径比也比较低 就是它的镜值比较高 是 那彩晶它的镜值比较低 而且它的本益比也比较低 那反而它的骨价比较高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去空 这个所谓的骨价高 对不对 本益比低的 然后去买股价什么 比较低的 本益比这样也比较低的 所以在面板投入26万 加算套利了13万 因为它事实上是 套起来是要200万 可是股票起货 基本上大概杠杆可以做到7.5倍 这样50% 对 因为大概是7.5倍杠杆 其实很好 来 那我们再往下看 据说在航运上 航运也可以这样做 也可以这样操作 还有我就用现股来做 为什么 因为在阳明刚出关之后 你发现嘛 出关之后事实上 我觉得说 这是阳明嘛 对不对 对 阳明 来 以实现损益 我们先来看 你的以实现损益是 57 632 对 实张的更损益 然后这是万海 以实现的损益是 125 513 那我的做法是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也赚了 大概是 差不多 18万左右 那也就是说我去买阳明 我去空万海 买阳明 空万海 对 那方法也是一样嘛 你想想看 他们两个的本益比 基本上是 阳明基本上比较低嘛 为什么 因为阳明现在的 EPS已经赚到17块多 对不对 对 然后万海是赚15块 那同等是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万海的股价怎么样 200多块嘛 所以如果在一个 暴跌的一个情况下 那我觉得说 阳明可能会跌得比较少 对不对 万海可能会跌得比较多 所以你可以看 这样的一个价差有没有 也就是说 如果做阳明 那我刚好坐在这个位置 所以阳明还小赚 结果万海我空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点 那万海是不是赚得比较多 因为做空赚得比较多 所以两个按理讲 我会觉得说 这里小赔都没有关系 小赔一个大赚嘛 那两个就会整盆起来还是赚 这个 对 观众朋友学会了吗 所以这是 在这样的行情之下呢 怎么避险 不我们还是回到行情 请蔡总带我们来看 外资在今天到底 卖了什么股票 在今天外资卖超了88亿 我们来快速扫一下 连电 长荣 开发金 台湾50都卖了 洪海 台大电 加世达 中刚 原纳忽生 三百正二 好 这是今天外资卖超 88亿的前十档 对 很明显的就是贯押这个全职股 连电 长荣 洪海 台大电 这个最明显甚至到中刚 所以外资已经提前为明天的台子级结算 来压力结算 就是让明天结算 所以这个情况大概已经出来 所以我们说他已经今天做这个动作 所以明天除非国际股市很差 所以很容易开低走高 因为今天已经反映了 但是这些已经让今天联酒黑 大家看到说 台大电这好公司也这样灌 这些是拖来大盘中做的指标 对 蓝电 烈光 对 莲花科什么联勇猩猩 所以它会造成一个现象 就是大盘加速了赶底 但是本来强势股就补跌 因为大盘昨天破半年线 但是有些强势股季线还没有破 所以今天把这些股票 灌下来以后大家就恐慌 恐慌就有加速赶底的作用 所以我们提醒观众朋友 哪些会是你现在手上所有的股票 要注意的危险族群 其实西窗的我们知道半年报很好 这一条是这个季线 你看很接近 本来只有在这个月线 现在接近了这个季线 股王CDKY今天破了季线 户顶接近了这个季线 翰磊破了这个季线 台半 新兴都有这种情况 那我做一个结论就说 这种原本很强的股票 一打到季线以后 投资人就吓坏了 很容易把那个福尔洗出来 好 所以小心 西窗 西立 腹底 翰磊 台半 新兴 有可能会出现补跌 这个要小心 另外我们看到有些电子股 在一根长黑之后破底的这一种 是不是也很危险 对 这个就等于尤其有爆量的 这个台达电 南电 那维新 维新的量比较明显 那国具 还有这个联花科 我觉得这种股票都是指标性的股票 但这些都好公司 对啊 所以这个都要 必须要等到大盘真正止跌 反弹了以后 可能就会回来 但是这个过程 我们不晓得会持续多久 还是要注意 而且很多都全职股 也要小心 但是我要最后补充一个 就是说有的很早就跌了 先死先生 对 先跌先坦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南亚科 其实很早 这些大盘是7月做头 那这个是4月 那四星KY甚至是2月 大力光这个是在2月 所以最早的是四星KY跟大力光 今天都没有跌 然后宏基 仁宝 这个科家KY 这些跟PC有关的 现在因为PC的状况没有那么好 所以它很早就4月份就做头了 那现在反而跌升了以后 这个宏基出去了买盘 这些股票不要杀了 这些股票可能是 先死先生 可能安全了 反而是安全 虽然大盘还没有涨 但是它已经不会再跌了 好 也请开频带我们来看 到底这个大盘 有没有转为熊市 现在不是 现在这个盘是叫做多头的击杀 不是空头的循环 所以它不是熊市 对 空头的循环我会告诉你 这么好话谈起来全部都慢 可是现在不一样 你现在把资金转移到什么 在低位阶的 就是说大盘反弹的时候 它有更大的动能 就是说它不会上去都是套牢筹吧 它已经整理一段时间了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我们现在看 很简单很快速跟大家讲盘病结果 让大家有信心 那也适宜 我们讲技术分析好了 很多人说这个地方 大盘有一个大M 然后大M你看右边又有一个什么 头肩底 我说那个是输毒一半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已经过 右边过左边 这个就不叫做M头 就是已经过高了 这个就不叫M头 但是说过高之后拉回 这也是一样 右肩怎么会比左肩高呢 没有 所以这不是头肩底 所以说这只是一个大盘 ABC的一个回答 那既然不是空头的循环 你不能担心 麻烦你讲侧毒一半 不要讲输毒一半好不好 在股市不要讲输好不好 好 侧毒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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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台语 侧毒一半 那这个会不会成为凹洞 有机会 但有人说 这个从有人三四天前就讲凹洞 可是为什么明天还有机会呢 就像刚才很多来宾也有提到 明天是结算 可能明天急杀的时候 今天你去问问看 所以今天下拳几股 可能是万般杀牌未结断 各位你去问问看 你认识的券商的朋友 很多今天都已经在准备通知老客户 或是做的不好的客户 融资要准备了 明天可能一开盘之后 要追觉 对 可能会有一个很激烈 可是通常在这种很激烈情况之下 就会有一个 砂盘未结算 你看你看我们很简单来看 你看说美国的定义是这样 回档20%就要空头 可是你看回档20%要回到哪里 16132 现在还不是空头 对 166 所以说来到这个位置也会有指振 那你说回档0.382在什么 14401 大概就在这个平台突破的位置 那我不认为会那么深 为什么 因为前波低点 这个地方还有151 那坦白讲 跟这个只差多少 也差一百多点 所以说明天一开盘追脚之后 下杀反而是怎么样 支撑点就出现 所以小线 融资的观众朋友 明天早上可能会接到电话 那接到电话要不要补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来 因为各个情况不一样 我现在用个股来做 很快做结识 你看 阿官我还记得 我先举一档个股 付顶好了 上个礼拜来的时候 他跌在这里 你说已经跌那么多 还要不要补 我说没办法 我说还是要杀 还是要出 为什么 我说最怕这种 我说形态最怕这种 丢包 就是在上面 跳空丢包 整理了半天之后 突然间一个跳空缺口 把上面全部都套住了 那你说 这个地方上去 怎么可能会没有解到卖压 所以说这个地方 层层下来 你看 这种地方反弹上来 无力的 你还是要做转换持股 那腹顶是 腹顶也是一样 你看这个地方虽然说 你看它是跳空上去 所以这有点类似半岛 它不是纯岛状 可是它这个地方是跳空 天空半岛 它是 这个是一个缺口 所以这个有点半岛 我上次在这里 问我说要不要出 我说还是要出 还是要出 你看是不是又杀下来了 因为上去无力 所以说这地方 你要赶快做转换 那聚合呢 聚合也是一样 你看 三支箱 对你看 这里三支箱 它弹上来 如果说 不是说这里判它死刑 三支箱 如果说它隔天跳空 把这个上影线 三支箱吃掉 那就算了 它下来 下来的时候 一刹那 您赶快做决定 现在上到这里来 这个缺口 你就留意一下 反弹还是要出 那一拳 这个就很标准 这个就是右边已经开始这样 跟左边差不多了 还有点低 这个就是一个 而且破颈线 这个要留意 小心会有对称 对称翻 汉蕾呢 这个叫什么 波浪 这两个都是波浪的防守 为什么 波浪防守站 就是ABC下沙之后 不能跌破前一波的高点 现在已经跌破前一波高点 可是这个地方 有季线的执政 所以说如果有反弹的话 它形态明确还能够往回来 逢高再出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叶灰 对 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形态上面 有没有跌破前波的 这个所谓的起当点 没有 所以说这个地方反弹还是在出 好 那你要去找什么了 各位 八月份你们觉得说 好像都很不好 有一个族群 八月份没有什么跌 电动车 航运股 八月份都在跌 这些所谓的 刚刚你说的 我们说那些 涨舵的定时股 高档上面下 航运股八月份 几乎就是横向在做整理 航运股没什么跌 对 都是横向在做整理 对他印象 你觉得他跌很深 对 因为他是涨一天跌一天 所以其实他已经横向在打底 在做抵抗 那我告诉各位 这些全部几乎都 除了这两个股 这两个股是已经 今天挑战前高点 这两个股就已经 持续在挑战高点的一个 短线上不要去做追高 其他这有机会 记性不要追高 这两个股 我说现在你的策略是什么 你要找进口中退个手 关系上个礼拜来的时候 我们讲中售 对 中售 结果过两天之后跳风开高 因为他太小力多 可是他有很重要的 他持有阳明 本身就是说获利好 而且又有这个 所谓的一个价值的利益 那你看这两档股票 长龙跟阳明 都是走横向 都是走一个区间 他几乎都没有什么大跌 他两个会尬架 谁先涨上去 另外一档 就会跟他做比较动作 那中售是怎样 BDI 11年新高 那怎么办呢 你没有那么多钱 可以全部买 怎么办呢 我举个例子 你可以用怎么样 用一个进口中退个手 策略 就是人家涨的时候 他可以跟 人家跌的时候 像是抗跌 用这个短线上做例子 你看最近那个建新国际 因为他卖了台航 卖了4000张 卖得很漂亮 手张还有6000张 大涨大涨 各位 你说散装油 货柜油 大股东墙 为什么 他有18艘散装魂 BDI指数创11年新高 阳明的第四大股东 他还有3.87万张 平均价格12 我算过 什么意思呢 他全部把他 用今天的价格卖掉 还可以贡献10块钱以上 那他本身交通部 阳明 建新国际是他大股东 所以说镜头当退和走 就看这种股票 那我们就来投一下票 航运股是安全的吗 我们来问各位 认为航运股 至少目前从 价量关系来看 相对安全的给圈 请举办 航运股到底安不安全呢 123456 26票 一致通过 我们也请余湘 帮我们来看 所以 刚才谈到 其实航运股 在八月份 是蛮抗跌的 他虽然一直在 上上下下 在那晃了晃去 但是其实他并没有大跌 所以 抗跌的股票 是不是相对就安全 甚至于如果有 法人在里头的 是不是就是安全 其实这一波来讲 你发现说 有法人进场的 当然进场的这些股票 基本上很多还在创造 但是万一法人弃手呢 法人 其实也是 放伞被他抓 放伞 赶快跑嘛 这个没有办法 我们来看 到底有哪些个股市 法人现在还在里面 还没有放弃 其实近来讲 很明显 最强的是大甲这一次 这个大甲真的很夸张 对 很夸张 因为可是问题 你看到外资 基本上是持续在这一波 你看都是他带上来 所以因为他 这个大甲是做什么的 跟大甲阿嬤没关系 跟阿嬤没关系 大甲不是 大甲是做 不锈钢的焊接管 钢铁有关 对 比较有关 不锈钢焊接管 对 所以他股本比较小 可是外资 基本上你看 最近卖很多 所以这些法人有卖 对 新科基本上法人间 今天是有买 可是他出现上了 基本上就这个 所以云香你看 富采 大甲 新唐 红准 新复发 新科 这些法人还在里面 而骨架 其实还守得不错了 对 是安全的吗 我觉得 还是会补跌 我觉得基本上 比较安全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 除了大甲 它是在创高 这种不要追了 对 前面来讲 都是有整理过一段 那我就觉得还好 只要有法人在里面的话 好 所以这些是安全骨 我可以试试 我给你做 不过 对 我可以试试 我可以试试 因为我可以试试 我可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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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试试